另外情人节不妨和情人来杯特别的咖啡 一家咖啡店引进美国盛行的氮气咖啡 将低温萃取的咖啡倒入高压钢瓶 再灌入氮气 让咖啡和氮气完全融合 出来的氮气咖啡就带有像黑啤酒般的绵密气泡 香味也特别浓郁 从高压瓶里流出的咖啡 因为灌注了氮气上面不满绵密的气泡 再透过分子料理处理 不加糖不加奶油 喝起来却特别香浓 香气的话 它就是比一般的 我们手冲咖啡的浓郁度还高 但是它又没有加牛奶 又有牛奶的那个浓郁度 然后香气就是比一般的咖啡还好香 它有点酸酸的 然后就是还蛮好喝 这家咖啡店引进美国波特兰兴起的新式咖啡 将咖啡经过18个小时低温萃取后 倒入高压钢瓶 再灌入氮气冰存24个小时 让咖啡和氮气完全融合 出来的氮气咖啡就带有像黑啤酒般的绵密气泡 这个氮气跟咖啡的结合又需要差不多一天左右的时间 才能够达到我们希望的那一种泡沫的层次感 还有喝起来的那种绵密 还有泡沫的持久度 除了让咖啡工艺再升级之外 选用庄园等级的咖啡豆 经过分子料理的原理制作 更将咖啡原有的和国奶油香味提升 超越现主的热咖啡散发浓郁香气 高雄的喝咖啡人口越来越多 市区咖啡店一家一家接着开 但是每个人喜好的咖啡口味又有不同 有空的时候不妨和三五好友挑选一家喜欢的咖啡店 喝杯咖啡小聚一下享受悠闲时光 港东新闻吴炳源 磊昌邦采访报道